北北鸡桃我都行 每月一二零零 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蔡世穎 與台北市長候選陳時中 新北市長候選林佳龍 及桃園市長候選鄭運鵬共同宣布 將提出一千兩百元吃到飽的首都通政策 把現有雙北一二八零元的月票 擴大範圍到北北鸡桃首都圈 首都圈的民眾每個月只要一千兩百元 就可以使用所有的交通運輸工具 事實上雙北從2018年開始之後 我不只一次的在立法院 在許多的活動場所當中 我都有提到希望可以納入 首都圈的這樣一個共同的概念 納入首都圈的共同概念 其實卡到的就是關於 國道客運是否能夠參與 以及台鐵是否參與的問題 那當然涉及到中央跟地方 彼此要有互動跟互信 那這一次市映 還有林佳龍 陳時中 鄭運鵬 我們幾位在共同討論之後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以雙北1280為基礎 共同來擴大首都圈的月票 那這個首都圈的月票其實就是 我們的內容細節就是 首都圈月票一個月一千兩百元 然後包括了捷運 包括了雙北的客運公車 也包括了台鐵 也包括了我們的國道客運 另外還有基隆市公車跟桃園市的公車 這幾個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們的價格是1200 那為什麼要訂這樣的一個統一的價格 是因為我們推動交通平權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希望在整個首都生活圈裡面 每個人負擔的通勤的票價的成本 應該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把它擴大到雞北北桃共同生活圈 那這個案子在2018年執行了兩年之後 因為遇到疫情的關係 所以中斷下來 那現在的觀看因為疫情也恢復 民眾搭乘公路運輸的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比例也增加了 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來推動 我們的1200首都圈月票 這個時間點是恰到好處 下午蔡世音持續在安樂區進行車隊掃街活動 平常相當低調的蔡世音夫人蔡喬婷也首度參與 夫妻倆合體在車上向民眾揮手 拜票爭取支持 蔡喬婷坦言有點緊張 不過希望藉此向市民表達感謝 並期望繼續支持蔡世音接棒基隆延續光榮 我們一趟來請請 可以可以 緊張嗎 緊張啊 對 今天是我們安樂區的車掃的行程 那大家知道我過去也是曾經多屆的 擔任基隆市安樂區的市議員 這個就好像我自己的家鄉一樣 那所以這次我也情商我太太 那我們願意出來來這邊向車隊掃街 來跟我們的市民好朋友來拜託 那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太太跟洪生永的夫人也是好朋友 所以他們說一定要一起出來跟大家來拜訪 那之前 華家也當過我們辦公室的助理 跟我太太也都蠻熟悉 所以我們藉著今天的車掃的活動 來向我們安樂區的居民表示懇求 那安樂區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了非常多的公共建設 跟公共的測試 所以我相信市民都有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們會繼續在過去又參加適應 讓基隆改變的基礎上繼續往前邁進 距離選舉投票僅剩18天 新北市立法人賴品渝也陪同蔡司英 一起進行車隊掃街 除了呼籲接用市民票投蔡司英外 賴品渝更提醒民眾 11月26號對支持18歲公民權投下贊成票 剛好離1126大選剩下18天 所以我們其實也看到說 今天有非常多 我們民進黨的黨公子在粉磚上 放出自己18歲的照片 那為的是要為我們1126同時有的 這個18歲公民權的覆決來拉票 我們年底的大選呢 除了選出我們 心儀的這個縣市首長 還有議員還有里長以外呢 其實同時還有這張公民覆決票 那其實我在地方掃街的時候 真的有時候有的叔叔阿姨還未必知道 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 一起來拉票 記者張啟騰基隆報導